有請下一位挑戰者 搶先一百秒 張正雲 浪漫時值 用愛發聲 用聲傳心 讓每一日子都傳臨 我們最美麗 最美麗的回憶 掌聲有請雍晨晨 歡迎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來 請投票 搶先一百秒 多少分呢 86分沒有得到額外的5分加分 謝謝 但是說實話剛才 現場唱的還可以 謝謝 就模仿了一個鼓劇機的那個 特點還是拿捏到了 好想 好想那種感覺 唱的沒有叫 還得有一點力度 好想 好想 但是張學友好不好 你這麼高 你不做運動員 幹嘛要去主持啊 演出當中會遇到一些主持人 就是比如說像兩位這樣的優秀的主持人 然後我看到他們在台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嚮往這樣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會去跟他們交流 然後我向他們學習 然後漸漸地就走到現在成為了一個主持人 但我說實話 你的外形條件當然很好很高 但會不會做婚慶私儀有點不太合適 因為畢竟一米九幾的新郎也不是很多 人家都光看你了 長得也帥個兒也高 本來我老公看著沒有那麼矮 你往旁邊一站 醜就像一米三 是 您說的是對的 然後我現在生活在海南嘛 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新郎的身高不是特別高 我會跟他站在一起 會顯得就 他的氣場就會不足 所以有的時候新人 在挑選主持人的時候呢 就首先會考慮到 跟他差不多一樣高的 我這種身高又有點高了 老師拍靜靜的時候 就會覺得不太合適 所以我會刻意地去走到台側 然後呢現在基本上我主持婚禮 都是我在講完開場白之後 舞台留給兩個新人 我會走到台側 然後我父子來說話 然後新人來做動作就可以了 就是他已經很少在C位了 對 那為什麼那麼多行業都可以做 比如說唱歌也很好 然後外形條件也可以 所以一定非得做這個 其實對於你這個身高來講 並不是特別適合的私宜工作 為什麼一定要做 我覺得喜歡吧 就是覺得見見幸福 我看到幸福 每次別人臉上洋溢 那種笑容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能感受到他那種幸福 我覺得很開心 你現在的個人情況是 我現在啊 我現在是單身 對 現在還是單身 對 現在是單身 我一直幻想我自己 有一個美好的婚禮吧 你的婚禮有可能自己主持嗎 這個我倒不會 這個我倒不會 因為我要感受一下 我在那一刻當中 扮演只是一個新郎的角色 我不想再去扮演主持人了 扮演 對 說錯了 電視機箱功能 她不是很走心 你扮演一個新郎 但這是開玩笑啊 我不瞞你說 就是我結婚的時候 就說實話 就很難一下 投入到那個境界裡 因為你對舞台太熟了 一上去總感覺像主持節目 回看那個錄像的時候 就是新人講話 我覺得我沒有我媳婦講的好 有時候這是職業病 是 還有呢 我給未來的那個她 寫了一首歌 對 那就當拉票吧 好 來 請準備 倒計時開始 就牽著你的手 就一直往前走 就一直往前走 還沒有任何停下的理由 前方的路 一起携手的幸福 就在你左右 哇 準備好了嗎 好 面前的黃金通道即將開啟 請登上 黃金舞台 黃金舞台 精彩人生 一百秒 計時 開始 如果沒有遇見你 我將會是在哪裡 日子過得怎麼樣 認識是否要珍惜 也許見某一人 過著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會不會 也有愛情鐵如鳴 任時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願感染你的情 心甘情 人生今何能夠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別讓我離開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絲絲情 所以我求求你 別讓我離開你 別讓我離開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絲絲情 讓我離開你 我離開你 只ほ Wyoming 從S أنت 發展 miedo 去 謝謝晴晴的表演 那接下來有請我們現場的黃金觀眾 投票 投票结束 看一下弹幕 希望你好好坚持下去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哎呀 唱得很有情感 帅气愿你早日成婚 好深情的一个男孩子呀 好想知道现场 有没有女观众 对选手感兴趣的 其实无论是 作为一个好的婚礼思宜 还是作为一个好的音乐人 可能我觉得 对于现在晨晨来讲 最大的问题 就还是她太年轻 有些事情 是需要人生的积淀 未来她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黄金大幕请升起 来 请按下黄金宝箱 321 宝箱开启 幸福传递给你 Nina给你传递的这个幸福是什么呢 也是代表我们黄金100秒的节目组 因为这是你平时在工作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道具 可能都是别人来传递幸福 我们也特别希望把这份幸福呢 能够传递给你 希望你加油好不好 谢谢大家祝福 谢谢 谢谢你 希望你幸福下去 谢谢 谢谢 再见